汤圆你不要再煮着吃了,今天教你一个新吃法 锅中水开,下入汤圆,用铲子轻轻的推动,防止粘连 煮至飘起,捞出,放入凉水中,过一下凉水,防止粘连到一起 再给它沥干水分,放入盘中 准备一个小碗,打入两颗鸡蛋,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将鸡蛋液慢慢的倒入汤圆里,搅拌一下 让每一个汤圆都裹上一层蛋液 再准备适量的面包糠,加一勺黑芝麻,搅拌均匀 放入汤圆,让每一个汤圆再裹上一层面包糠 全部做好以后,油温六层热下锅炸,中小火慢炸 用筷子轻轻的拨动,炸至鸡黄酥脆,捞出即可 简单又好吃的炸汤圆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汤圆,万苏里诺,大人小孩都爱吃 喜欢的朋友帮忙点个小红心白 就是冲着屏幕点两下,顺便再点个加号支持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,感谢